我叫蓝毅红 今年21岁来自福建泉州 现在是一名自媒体创作人 也是一名自媒体节目的主持人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做两岸青年的交流 其实我从高中开始就有在做一些两岸交流的节目 从那个时候就有这种由衷的乐爱在里面 目前我自己有两档节目 一个是听我说仙着陆 我会把一些两岸的青年 包括两岸的一些娱乐人士 还有两岸的一些民间人士 我们会聚集在一起 然后通过一些线上的方式 来讲述一些民间的故事 民间的历史 民间的文化 这样子把它做成一个综艺节目 虽然这中间也遇到很多的困难 也被很多人不看好 但是这些年坚持下来 在最近也是慢慢地得到了许许多多的一些支持跟认可 那还有另外一档节目就是 有幸遇见你 比如说是这位台湾朋友 带着我们去游览 他在大陆的工作的地方 生活的地方 包括带着我们出去玩 去感受他的家庭生活 包括我们会访谈他的人生经历 这样子把它做成一个娱乐形式的一个综艺节目 这档节目其实因为疫情可能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录制 但是相信在不久之后的雨过天晴之后 我们一定会把它更好的再把它呈现在大家面前 2019年的时候 我要离开泉州去到北京去上大学 在我要出门之前 我也给我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里大部分是关于生活的内容 当时我也在那封信里跟我说 这辈子一定要热爱自己的祖国 一定要去为两岸的一些交流多做贡献 如果说我真的热爱这个行列 我一定要踏踏实实地把它做好 然后他说他最大的一个愿望 其实是希望他在他的这个有生之年能够看到两岸的统一 这些年因为一直有在关注这个两岸 包括自己有做一些民间交流的事情 他觉得非常的欣慰 因为他自己曾经是一个当兵的 对这种祖国的热爱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一种情感在里边 当时很多话其实我不能理解 但是当爷爷走后自己经历了这么多 我才理解了当年那些话和那些话的意义 我也才能理解老一辈人 他们的心 他们对祖国的那份热爱 我们可能永远都是比不上 但是在我爷爷离开了之后 我真的深受感动 我也深深地受到那份鼓舞 我也真的能够理解了为什么他会跟我说那样的话 那些话的意义是什么 有很多的两岸的同胞看到我在做这个有意义的事情 当他们参与了我节目之后 他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事情 然后也能说出自己的故事 所以他们也曾经向我就是发出过邀请问我说能不能一起参与到这个节目里边 所以我的节目从一个人发展到后来有十多个人到现在 这个节目已经有了三十多个人在一起和我打造 虽然在制作上在这个一些技术上的事情 包括录制上是我自己一个人做 但是有这么多人的加入一起为我出谋划册 一起来商量这个节目的一些创新 其实我是最开心可以看到这么多人一起加入进来做两岸的事情 做这个节目是因为是自己的初衷 第一是因为对两岸文化的热爱 第二是因为这是我莫大的热趣 所以我希望可以通过这个节目 让更多的两岸的民间的人士 不管他们是素人也好 是学生 是医生 是老师 还是工程师 是各行各业的人 我都欢迎他们能够来到我的节目里 一起来分享这个故事 一起来聊聊天 一起来说出他们内心想说的事情 所以其实我是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个行列 然后我们一起来做这个两岸的事情 我们一起来说好两岸的故事 一起来分享好这段中国的好故事